我请教一下黄律师 律师怎么观察检联现在侦办的方向跟进度 刚才讲到局职的部分 他现阶段到昨天我看台北地检署有一个声明 他是说他现在还是 他讲的比较喉 他说现在还是证人身份 那证人身份在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是说 他是不能发布通气的 他只能说具体具体不到 无故不道庭就是发钱 发钱之后再具体 但是北检昨天的声明留了一个伏笔 他说他现在的角色还在厘清当中 所以如果角色还在厘清当中 代表他有没有可能转做被告的身份 那被告的身份其实会有两个部分的罪名有可能 第一个是说如果他跟 因为他负责如果是金流 或者是跟钱有关 或者是小省1500如果他有经手 如果他这个情况会变成违背职务收费罪的共犯 那跟市长共同 这个情况才还是重罪 另外一个是说300万那一个 再讲到陈寅住的那一个 那个其实是政治现金法的规定 那政治现金法的规定是说 对于政党的负责人或者理参选人 他包括政党的受雇人员 你那个钱没进到政治现金专户 他就是三年以下有些图形 所以他还是有刑者的 所以他有没有可能转换身份变成被告 那如果他变成被告而无故不道庭 才能发布通计 但是我们现在跟日本 因为没有司法互助的这个引渡的这个规定 所以过去这几年有的案例都是说 日本的警方把人送上机场 又向前返 然后前返之后我们这边的警方去带 但是这样的状态是重大的毒品的案件 这种案件如果是政治现金属于轻罪的话 不太容易做这样的做 那我要讲的是说 举止他早晚都应该要回来面对司法 他如果是真的支持柯文哲的 如果他真的是柯粉的话 他更应该要回来 为什么 因为柯文哲跟李文忠的收押的理由是什么 他说有串政灭政之余 尤其在李文忠里面 因为李文忠的角色 其实跟举止比较接近 都是账房型的 他对于金流跟相关的资产 都有所知悉的话 李文忠你看他裁定积押的理由是说 还有潜在的共犯跟正人未到 所以他积押 所以如果这个举止是真的是柯文哲的柯粉 他不回来 会让柯文哲可能被延长积押 乃至于真的已经起诉之后 检察官都还可以持这个理由 说这个案子有你的贴身 亲近的幕僚 他可能身上长有你的账户 他人还在国外 可能会有串政灭政之余 持续跟法官说继续压下去 所以他会让柯文哲持续被收押 跟李文忠持续被收押的理由 原因是如果举止他真的是账房 他必须要回来面对 他才能真的解救柯文哲 这是真的 另外一个是什么 刚刚讲到说有这个十几个 十一个大咖 不论是陈寅柱也好 或者是东森集团 一大咖 大家其实在观察 昨天其实他们身份都没有改变 都是证人 如果改变身份变成 变成有强制处分 不同的评价 但是如果纯粹只有证人的话 他其实应该是比较属于在 勾机 因为同步全部传到底 这个可能是阿伯那个USB USB里面那个Excel档里面 他为什么要去把这些人传来 因为那USB的里面 可能写了很多人的人名 而这些人民后面都有数字 大家有没有印象 前面有一个小省150 他抗辩说那个是时间 如果他在法律上面叫做经验法则 就是说如果整个这个USB 我们大概应该这样讲 Excel会来做行程的这个使用系统 大概也比较特殊 不太可能 那除此之外 他其实把所有人都叫来比对 把里面所有的有名字 后面有数字的 他就问你说你是不是时间嘛 你如果是某年某月某日某一个数字 那你是不是时间 如果其他人进来都是捐款 都是金钱 那小省1500就不可能是时间 所以他们是证人的身份 比较有可能是在做最后这个勾机 也就是说所有阿伯的USB 柯文哲里面USB里面 Excel档里面 锁列的人名数字 把他全部来做这样的确认 当这十几个人全部被问完 然后全部都回去 身份没有改变 如果假设他们 我要这样说 有媒体在讲说 有一些人他去捐给黄珊珊 加起来也是210万 如果这个钱 他本质上面是没有 跟公权利有对价关系的话 他不会是 算是收费 不会算是犯罪 所以从 如果东森集团这个210万 捐给黄珊珊 可能顶多只能去究责说 这些人是不是人头 可是如果东森集团 现在讲的是东森 那个王立宁 ET Today的这一个系统 这一个集团 如果他承揽了台北市政府的其中一个标案 而台北市的副市长又是黄珊珊 然后他又在黄珊珊竞选台北市长的时候 他又给予斗内 那他的那个金流跟对价的结构 就会非常类似金华城跟柯文哲的关系 对 但是这个很 还一个关键点是说 有没有朱雅虎的角色 也就是行贿者的认罪 为什么很多贪污案件到后来办不下去 是因为政治现金归政治现金 公权力归公权力 他搭不上 朱雅虎的角色是因为他对于行贿的认罪 行贿的要件是什么 就是我有公权力有对价性 我跟你买 买这个公权力 所以他的行贿的要件是 我认罪 哪怕只有210万 你看法院扣押金华城是111.7亿 只有210万 其实我们这都显不相当 不符合比例 但是纵然不符合比例 我们一般贪污案件 如果今天审刑金 他不愿意转做污点证人 整个全貌勾不出来 那只抓到一部分的 就朱雅虎认罪那个部分 我去买公权力 我承认行贿 够不够 其实就够了 210万只是难看而已 就是说检察官 如果办到最后 只有210万 拿来用收费罪的起诉 收费很重 最重无奇徒刑 210万已经足以定罪 就是我们最常举那种例子 就是说一个上游毒贩 10公斤被举报 那检察官检警破门进去之后 那个毒贩只有一公斤被查到 另外9公斤肩不吐食 那怎么办 还是要办啊 怎么可能说 我10公斤都没找到 就不算办 一公斤照办 所以一样的210万照办 一样是违背职务收费罪 那其余的部分 应该说法院在这边夹 应该说扣押 法院在扣押 111.7亿这件事情 其实也已经发生 我刚才讲说 省庆经如果他肩不吐食 不愿意转做污点证人 但是他压力已经开始了 为什么已经开始了 因为星光的这个集团 他连带银行团 这个连带案 他们今天开始做开会了 开始要处理了 为什么 111.7亿扣押的意思是说 在案件判决确定之前 这个地方都不能动 不能买卖 不能做移转 那不能做移转 对银行的担保品而言 哇我这个地方 我本来认为说 你这个地方 我愿意借钱给你 我看他是说 借149亿 目前余额还有133亿 换句话说 花十几亿出去 这个钱 我怎么样可以 让他停损 我这个钱 可能出去回不来 如果到后来变成 我说刚刚 严峰议员讲说 市府应该要热令停工 这个确实 法律上应该要 纵然他没有热令停工 让他盖完之后 他也卖不出去 他也不能卖 因为法院扣押命令在那边 他卖无法变现 无法变现对银行而言 如果今天银行不处理 反而是银行老板要变成 他自己卡不特别背信 我没有守护我银行的地义 所以在这边 不论是 另外讲说 这个压力 其实来自 除了银行团之外 他忠实化 他的外资也砍 什么4万张 这几天 扣押完之后 他的股价跌一成 这几天的新闻 代表说 对于银行的抽银根 对于法院扣押命令 发生裁定之后 发生对审庆经的压力 已经开始发生 所以朱雅虎认罪 那一部分 210万的 那个拼图很小 但是怎么样 让他全貌出来 我认为审庆经要想清楚 他已经后路已经是 不是百亿元的 他后面可能公司 他也回不去的 如果他还是持续 持迷 误不误说 那我就拼在那边不讲 全貌弄不出来 当然检察官还是可以 扳科文哲 已经处理办 但是他的后面 他的后路除了 那一个公司回不去 一旦办特别备心 那他可能董事职务拔掉 要求这些公司 全部对省信心求偿 那是金管会的责任 金管会要求说 这些损害 全部要省信心扛 所以这个 要不要转做污点证人 其实他也应该自己想清楚 哈喽大家好 我是林官 我有全新的官方个人频道 叫做林官说说看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说说看 也欢迎大家订阅分享 按下小铃铛